Selina因为爆破戏发生的意外 募集意外的粉丝 现在也跳出来还原现场 而且提出了六大质疑 包括了爆破失当 服装不当 还有视信马屋 设设计的设备老化 人为舒适 以及医疗也不足 粉丝质疑了 安全措施不足 没有医疗人员 除了灭火器之外 也没有准备大量的水 演员的身上也没有穿防火衣 Selina还穿着最容易着火的丝袜 而且也有中国的爆破师说 这个投资方是为了省钱 所以使用了无证的爆破师 才会量货 不过昨天中国网易报导说 剧组人员透露 请的是合格的爆破师 事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爆破的设备老化所失灵 昨天剧组人员是没有接电话 也无法取得回应 哄的一声活光四射 就是这一幕让Selina在上海拍戏 三度灼伤 还原当时情况来看 当时Selina穿着旗袍 高跟鞋 一旁工作人员还拿水给她喝 而非常担心安危的Selina 拍戏前还和男主角 走向爆破师傅 询问到底安不安全 当时爆破师傅回答 一定要安全啊 接着Selina就和男主角 走到门口准备爆破 没想到两个人走到门口 才开始跑 就听到轰的一声 没多久大火就直接烧到两个人 当时Selina直接爬起来 脸上还被大火熏得一脸漆黑 一直哭喊好烫好烫水在哪 而旗袍下摆也烧坏了 夸当时现场根本没有消防设备 只能拿饮用水把火焦袭 同样是爆破 不过还记得这一幕吗 皮子英雄选择利用粉尘爆破 其实就是将演员和爆破分开拍 男女主角按照剧情走位 演员离开之后 接着再安装火药进行爆破预备 最后再将统一境位的演员和爆破画面 剪接重叠 确保演员安全 还有这个海派甜心 也是用汽油爆破手法 现场不仅严禁烟火 还要是剧情准备消防车 不过汽油和粉尘爆破 其实画面一样真实 但使用粉尘费用相对较贵 时间分两段拍摄也比较长 不过相对火势比较好控制 也相对安全 为了戏剧张力 瑟琳娜亲自上阵 防护不足 牺牲的是演员的安全和前途 中文新闻成家皇孙 台北曾莫道